关于青年的时髦价值观一直是公职面试命题热点 这一期咱们一网打尽 三个主题 内卷 躺平和白烂 第一个 关于内卷 没有扩展资源 只有愈发激烈的竞争 我们比以前更辛苦更努力 得到的却和以前一样 对于年轻人抱怨的内卷 你怎么看 回答这类问题 我们要清醒的明白一个问题 内卷不等于竞争 这也是这道题达高分的基调保障 我们感叹内卷 想错失去解决 但并不是放弃鼓励有益的竞争 这道题为什么很多人在考场上舍掉了 就是没有把握准确这个方向 嚼签过头了 以内卷的名义抨击竞争 逃避奋斗 这样的话 分就低了 教育 就业 职场 考公务员 房产 婚恋 面对社会竞争 一些年轻人感到为了生存 要付出更多努力 生活越来越累 压力难以向外释放 他们把这种群体压力归因于内卷 年轻人的内卷情绪有部分只是在吐槽和宣泄 是面对快节奏高强度工作和生活的自我排解的方式 我们可以理解 也应当多鼓励多安慰 以积极的正能量去引领唤醒他们内生动力 不断积极进取 但需要警惕的是 也有一部分年轻人的内卷情绪 透露出丧气和颓废 内卷已被妖魔化 走向另一个极端 将遇到的所有竞争都归为内卷 别人努力就是在加剧内卷 用内卷来麻痹自己的懒惰和消沉 这样的思想不可取 我们更要积极修正 努力改变 首先 消除年轻人内卷的负面情绪 要树立积极的奋斗目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过去几代人 为了下一代过好日子 出人头地 节衣缩食 勤奋工作 努力储蓄 任劳任怨 一切辛劳 因为可以改变命运 因此都有了笨头 而当下年轻人的内卷情绪的滋长 部分是源于他们对奋斗的方向 和自身未来感到迷茫 因此 我们需要确立更有意义的目标 虽然我们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发展 但更加宏伟的征程 依然还在路上 社会依然在进步 我们的年轻人 就依然大有可为 也能大有作为 其次 消除年轻人内卷的负面情绪 要明确奋斗的意义 内卷不等于竞争 社会现实中本就有排名和比较 良性竞争能相互激励 促进共同发展和整体进步 也是公平选拔的一种方式 而奋斗不等于内卷 不能用内卷作为逃避奋斗和拒绝努力的托词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 常常做不怕千万事 人生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你留下的每一滴汗水 终将成为浇灌未来的语录 奋斗是青春最高的礼赞 用意义充实人生 不仅是年轻人应有的追求 也是每一个与时代同行之人 该有的姿态 在此消除年轻人内卷的负面情绪 要更好的促进公平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应不断健全机制体制 社会要进一步营造良好风尚 不仅把蛋糕做大 更要把蛋糕分好 让付出的人终有回报 让努力拼搏的人实现理想 我坚信随着社会的发展 年轻人的内卷化情绪 也是暂时的 只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一种坚忍的毅力 新的蓝图终会打开 新的收获终会扑入怀抱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现在很多年轻人 有躺平的价值观 你如何看待 我们要立场坚定的 表现出我们对事业的上进心 对服务群众的热情 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 但对于躺平 我们也不要言辞激烈的批判 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只需略加评价 这种思潮的负面效应 我们理解 但不认同 拿捏好这样的态度和角度 这道题才能不跑偏 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论述 为何出现了躺平思潮 以及如何去重塑 新时代青年的风貌 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 强者总是在戳泽中 不断奋起 永不气馁 青年要保持出生牛犊不怕虎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毅和勇敢 而躺平的思潮 体现了年轻人 对自己的未来不自信 不乐观 沮丧不满 甚至失望的心态历程 有一种挨大莫过于心死的意味 年轻人躺平的背后 原因是深刻复杂的 有网上各种言论的影响 有商业社会中消费主义的刺激 有信息快速发展的不对称 也有教育引导中价值观的扭曲 但是躺平的思潮 问题的本质原因是公平 这也是产生年轻人丧文化的原因 同时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进一步促进公平 首先是捍卫教育公平 应该输送更多的教育资源 比如让贫困的孩子能读上书读好书 其次 还应该消除影响公平的因素 打破束缚在年轻人身上的机制性障碍 就应该不断地清理 有碍于社会公正的规则 要使用民规则战胜前规则 人生出彩是梦想也是权利 有梦想 有机会 有奋斗 人生才能出彩 出彩的人生 是抵达美丽人生的前提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事情无法向好发展的时候 干脆不再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改变 任其烂下去 对当下年轻人有摆烂的心态 你怎么看 还是那句话 现实当中 不管你是如何看待的 考场上 如果你神志还清醒 心智还正常 那一定是否定的态度 因为你参加的是公务员的面试 你的价值观和立场 一定要站在国家和政府的角度 看到我们青年人 有一种磅礴的朝气和奋斗的姿态 但也要注意 否定的是摆烂的态度本身 而不是否定有此心态的年轻人 这是两码事 论述的框架结构 可以完全按照刚才 躺平那道题的思路来回答 第一层 理解年轻人有摆烂的心态 没有人想过失忆的生活 但现实时常让人有无力感 有时候虽然很努力了 仍旧改变不了什么 甚至有很多人 遭遇到了极大的打击和痛处 难免有想停止前进的想法 而在网上表达自己摆烂的年轻人 更多是一种情绪宣泄和自嘲 他们都是一边在埋怨 一边在拼搏 并不是彻底放弃 第二 摆烂的心态不对 青年群体如果都深陷 无所谓的人生姿态 一时失败和困惑就崩溃自毁 就会在拼搏竞争的时代洪流里溺水 淡漠了自己的价值 荒废了人生的时光 第三 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 这块可以举例子了啊 古往今来多少人在逆境中奋发 成就了自己辉煌的人生 做出了贡献 内涝风沙 寸草不生 如果摆烂 焦育录何以带领兰考人民 过上幸福的日子 兵戈扰攘的乱世 以青春之我 成就青春之中国 如果摆烂 当初弱小的我们 何以成为引领国人奋进的旗帜 生命的广阔 不历经磨难怎能感到 我被青年人可以感叹 可以牢骚 但那之后 一定是重新启程 纵情燃烧 为了心中的美好 我会感到很高兴